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个人频道 我是谢成慧 你的人行故事机 给大家推荐一个APP 叫得道APP 其中有一个主打节目叫逻辑思维 真的不错 但是各位 一定要听前四季 第四季之后的节目就水了 为什么呢 前四季的时候 逻辑思维它打出了一个口号 叫有种有趣有料 有种 但是人家真敢说 03-04年左右的视频 真的我看他的言论放到今天 那就绝对是国安局敲门你就进去了 就到这种程度 他当时 我那天听他节目 有一期节目的作者 因为逻辑思维的罗胖 他也一样 有人给他写稿 然后他去讲自己没那么多东西 肯定是有人支持他 他自己也说 他其中一个撰稿人叫什么呢 李子阳 李子阳 不是李子柒啊 李子阳这个人呢 真的 你现在微博上粉丝也特别多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典型的那种 替政府去说好话的人 典型的那种 您把臭脚给我放地上 赶紧让我舔的那种人 但是他在逻辑思维节目里 那种观点 简直是颠覆性的那种观点 结合他今天的这种想法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天我有同事还跟我聊天呢 哎呀 我这个 李子阳又在微博上发表什么什么观点了 我说你这 他原来那什么什么样 你看他现在如何如何 人家也很惊讶 我同事也很惊讶 那希罗里斯不是他写的呀 怎么这几年变化这么大呀 我到这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人啊 才是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 为什么呢 他知道什么时候天会变 他也知道既然天变了 我就要在这个新的天下活着 那我一定要做出转变 这一点说实话 比我们单位的那个老师要强多了 那个老师那私下我们也很熟啊 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什么的 那真是快人快语 对吧 那有什么就得说出来 那不说出来就不行了 快语 心之口快那么一个人 跟这种人那就差着行似的 你看历史上往往活到这种变天之后还能活下来 而且活得很好的人 往往就是李子阳这种人 最简单的例子 你说这个李子阳还只是赶上一次变天 对吧 历史上有一个赶上好几次变天的 这个人叫软大成 明末的一个人 他是明史奸臣传里的最后一位 这个人啊 早期是一个戏剧爱好者 文化水平当然很高了 但是一直没有入朝做官 后来呢 投靠了东林党 在明末嘛 投靠东林党 后来又和东林党发生了一些冲突 跟这个左光斗啊 发生了一些冲突 就转投了阉党 后来觉得这个魏东贤这帮人呢也不行 就又从阉党里撤回来了 所以他阉党被 被皇帝后来清查 后来被皇帝拉清单的时候 这个软大成居然就活下来了 他当年也参与参与这个破坏东林党的任务 这一大堆事儿 很多事儿都是他出的主意啊 不行 没事 出来了 后来呢 当然了 这个东林党也知道 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就一直在打击他 等到南明 明朝这个崇祯皇帝吊死 南明在南京建都之后 就是福王在南京登基之后 这个又用这个软大成当自己的兵部尚属 对吧 后来在城破之前又去投了清军 后来在清军那边就当然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因为他当时岁数就很大 已经60多岁了嘛 而且这个死前据说啊 这个史书里记载就是精神很亢奋 好像就是那种活活把自己给榨干了那种死的 当然不是像哥们想那种榨干啊 他是走死的 走路啊 走死的 跟清军一块行军 他的夜里也不是叫你想60多岁老头 白天走路晚上还睡饱 对吧 去各种别人的那个帐篷跟别人聊天 给别人讲故事 好家伙 然后后来给人讲的别人都困得都不行了 都得睡了 这软大成自己一直出来 后来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已经死了 就是那种咱们现在说所谓回光返照 对吧 就是那种很死前那种亢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你甭管他死的是什么样 后世对他评价什么样 他至少在当年明末那种乱世 在各种党争中他活下来了 这点非常不容易 您看那个后世刘明留得非常好的 像软大成 不是 像左光斗 像杨连这种人 那都上回说了嘛 这被魏忠贤拿钉的给钉死了 死相极惨 那魏忠贤他搬送上自己自杀的 其他的燕党成员很多死也都很惨 对吧 包括南明这个城破之后 城中那些老的那些官员 什么很多都是殉国啊 什么上吊自杀 包括有被清军残杀的 对吧 甭管您是什么阵营中的人 很少有一个能像转大成这样 善终的 而且他一路挣钱 一路享受生活 他的人生不存在任何遗憾 你如果说他死后这个名声不好 那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我死了以后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真洪水滔天跟我有关系 没关系啊 我这一生享受了就OK了 所以像这种人他是有大智慧的 像他像李子洋 当时把李子洋比城转大成 那有点高抬这个李子洋了 但是就说这意思 他们俩在这点上真的很像 第一 他们能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要变天 这就很不容易 对吧 您说像希特勒 刚上台的时候 那所有德国人都支持他 甚至到希特勒临死的时候 德国人都支持他呀 但是在他刚上台的时候 那种万众欢腾的时候 那些看出希特勒不是什么好动的人 从德国移民的人 这是天才 真是天才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不知道 但是他就看出来了 所以你首先要拥有这种政治眼光 怎么拥有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有 第二 你能在变天之后 改变自己活下来 这一点真的太难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心中的 不舒适的地方 都是我们一个舒适区 我们人特别喜欢在我们的舒适区里待着 比如说就像我吧 我有什么事就得说出来 得跟大家分享 对吧 就得跟朋友聊天 有点做个核酸 遇到点不痛快的 上来录节目 那脸就已经都变了 那怎么可能能做这种人 那根本做不了 所以说像他们那种 知道能变天 知道什么时候变天 而且为了这个 我自己的活着 知道要改变我自己 要为这变天做准备 哎呦 真的太难了 所以我说像这种人 他才真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甭管咱们喜不喜欢他 必须要承认 他拥有大智慧的人 但是 我也要说 像李子阳这种人 是最应该被防范的人 为什么 因为有些在网上跪舔的人 是真傻 而李子阳呢 他是真的坏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这期节目 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二条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